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的权利不等于所有人都派 是有两个不同 所谓宇宙的权利不是等好 譬如我们在基本法也好 人权法也好 就是我们有社会福利的保障的基本权利 所以我们有综合 我们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权利 而所有人都会给 例如医疗 教育 其实是不分贫富的 其实是一个全民的权利 所有的政策都是多方面考虑的 譬如我们通常说健康是一个公共的公共产品 即是你健康是对我有好处的 因为你不健康对我有坏处 所以那本身是一个公共产品 教育是我们叫一个 semi-public 即是如果大家的教育都好的话 就是我都会受益的 但当然我的教育好 我的受益会更加多一点 所以在不同的政策的考虑 对于个人也好 社会整体也好 就会有不同的所谓设计 当然在不同的社会价值里头 亦都会产生不同的事情 譬如我们的福利制度相对 例如北欧会差很远的 这就是社会价值不同而产生制度的差异 我们回到为什么有一个传闻性 正如刚才说 你现在说读书 你也是有传闻的 你可以去官立学校 去津贴学校读书 不过如果你多些钱 你自己去一间私立学校也可以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概念 如果所谓惠及传闻 如果他需要来申请 虽然他有钱 但我也想读一间津贴学校 这是他的基本权利 这就是刚才很简单的概念 虽然我有钱 李嘉诚也可以去看公立医院 因为他觉得这是个权利 某些设备可能公立医院好些 老实说调算是 我们不会想 李嘉诚走进一间公立医院 我们不会觉得有问题 虽然我们不会 这个也是我们很想说 但是他是个权利 我们试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李嘉诚会不会去拿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传闻计划 其实我估计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在三国金 即是72岁以上的长者 没有审查 李嘉诚可以拿 可以拿 但实际上有12% 这个组别 即70岁以上的长者 没有下三国金 即是有些人有这个权利 但他未必会去领取 我相信是不拿 将来我们这个计划 你也是要来主动申请的 即我不会塞钱到你的袋 即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个 你在哪里 我怎么给你钱 所以不是派钱 这个仍然都是一个社会政策 你要来主动申请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算了不如我不拿 我捐给其他老人家 让他们多拿些 我相信都会有这样的成罚 那就解决了你 为什么要塞钱下去 没有 但反过来的说法 他如果来拿 我觉得他完全是有这样的 所谓的权利